第471章 转运舱 勘查完万松的宅院 众人就退了出去 他们没有翻箱到柜 这样万松万一回家就不会起义 下一个地点 是万松的货舱 白石县令还派来两个官差 要他们全程听特使命令行事 这两人在本地办差办了快二十年 十里八乡的牛头马面都认的 怪事也都见过 是纯纯的地头蛇 可见白石县令的配合程度 贺凌川直接问这两名官差 可认得万松 太认得了 其中一名官差叫做徐大友 他被选入白棋宗时 万贤能给这个侄子百宴庆祝 我还去吃过酒 可惜啊 最后莫出现 被人赶出来了 早知道是这仔重在暗地里杀妖 我一刀劈了他 你打不过他 另一名官差乌晃之言 他就是快滚刀肉 我们早该看出这小子不对劲了 从小不守相归 长大也是亡命之徒 有田镇不大 从东奔到西海 用不到两克中 万松的货仓就在药田边上 紧挨着小路 运输非常方便 万松的药田里 种着不少荆棘药草 比如麻藤黄 接古草等等 居然还顾了一窝小眼六元的黄鼠狼荡看护 但他的田里 就是没有下枯草 林将军咧嘴对贺林川笑 他自己都不中 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是魔 贺林川漫不在乎 我们走着瞧 两名官差往前一站 说上两句 黄鼠狼们 就不敢阻拦众人开仓了 县官不如县管 仓库里的空间 已经占用了一半 堆住的 全是成袋装的草药 各门各类都有 这种货仓 知田香 不知道有多少个 贺林川拔刀 随即选择要带开口 和守屋 夏枯草 田七 夏枯草 夏枯草 他捅了十几个袋子 只有两袋是其他草药 剩下的 全是夏枯草 焦玉腻住林将军道 你看哪 林将军干脆伸嘴 叼了几颗来解馋 一边嚼一边倒 味儿不错 还挺新鲜 嗯 这家伙 到底要夏枯草 做什么礼 贺林川再来路上 就已经想通了 先前的困惑 这时 就抓起一把夏枯草草 这是饲料 那头怪物的饲料 恐怕也是万松柱 扎在枝田香的原因 众人大齐 那头怪物 不是以药为食 恐怕他的食谱不单一 贺林川凝视手中的草叶 这货不普通 我可能见过他的制造者 是的 他想起来了 上一个对他提起下枯草的人 是董锐 这人在魔潮沼泽 给猪二娘研制药物食 顺口提过 他在贝加国 给人制作过一个妖魁 编号三十一 因为造得太匆忙 这个妖魁有瑕疵 必须经长进石下枯草才行 不然就维持不住 这是董锐的原话 是谁 你们听过董锐这个名字摸 林将军摇头 而焦玉则道 据说是个臭名昭著的妖魁师 被我们整个贝加国通缉 他有些惊奇 跟这家伙有什么关联 哦你是说 这怪物就是他造出来的妖魁 很有可能 董锐的作品稀奇古怪 但都有一个特性 实用 只要运用得当 威力都不小 区区一个妖魁师 炼出的妖魁 能一口气吞掉百多只豪猪妖 林将军却不信 他若有这种本事 还需要像丧家之犬一样 狼狈流窜吗 你说得对 贺林川并不急于反驳他 董锐的妖魁 没有这样离谱 董锐的鬼缘 怪鸟和狼人 他都交过手 战力是不错 但说到悄无声息 杀掉百多只妖怪 那还差得远 何况董锐坦言 制造三十一号时 太匆忙 其精细程度 肯定是赶不上鬼缘 狼人这些 带在身边的品种 那模式哪里出问题了呢 焦狱在货仓地面 嗅来嗅去 到处都是怪物的气味 贺林川在仓壁一抹 也有年夜前头的痕迹 他走出去 招来那窝黄鼠狼询问 这仓库主人多久来一次 黄鼠狼乌溜溜的 小眼珠看着众人 鸡鸡道 我们想不起来了 焦狱冷冷道 太子特使办命案 你们敢漏报瞒报 就是从犯 在他虎视眈眈下 黄鼠狼矮了矮身 就想往土里钻 贺林川及时道 这货仓的主人 专门捕沙山妖野怪 包皮炼谷 堪称最大恶解 你们若有线索 一定要助我们 积他归案 贝家国可是妖国 如果有谁敢在这里 列妖卫生 得确可称最大恶解 黄鼠狼们 忽视极眼 都动摇了 他们虽不属于 山妖野怪 但同样是弱者 难免有金剧之心 最重要的是 贺林川拿出一包 小肉前递了过去 拿去磨牙 黄鼠狼立刻伸爪子接过 颠了颠道 他又时隔七八天来一趟 有时半个月 上一次再核实 六天前吧 不对 五天前 另一头黄鼠狼反驳 那晚月亮正圆 林将军忍不住道 那么下一次也快了 贺林川看仓库里的 下枯草拌满 也跟黄鼠狼所说的 时间对得上 谁会往这仓库里 运送草药 附近积个药农 黄鼠狼道 他们就住在方圆石里内 而后报了几个人民出来 官差徐大友立刻道 我知道那几人住处 贺林川对他点了点头 接着问黄鼠狼 你们在这里守田 有莫感觉到 货仓里有甚不对劲的地方 有啊 另一头黄鼠狼答道 万松每次过来 我们都会觉得 货仓里阴冷阴冷的 好像有什么奇怪 又可怕的东西出现了 谁也不想靠近 他们妖力不强 但灵觉却不弱 生来就具备小动物特有的机警 贺林川拿到自己想要的资料 于是谢过他们站了起来 回到仓库 焦玉小声问 那是什么意思 这怪物是万松能够随身放出来的 应该是 贺林川道 我见过董瑞好几个妖魁 个头大小都能变换 甚至有自己的灵石 有自己的灵石 那还是傀儡吗 之所以叫做 傀 不就是因为 要听人使唤 才能动他们 就像牵线木偶 林将军看着占掉仓库 大半空间的下枯草 只要不打草惊蛇 万松还是很可能 带着妖魁回来吃草 不 贺林川摇头 万大户不清楚 万松与妖魁如何运作 那他们显然受到 麦先生的直接操控 麦先生提前逃走 说明他知道 万大户落网 万松很可能也知道了 万大户被捕 万松托管在他那里的产业 就不安全了 也包括这处仓库 他若是个聪明人 就不该冒险来取下枯草 贺林川接着又道 不过 我们还是该搏一搏 万一他真就那磨蠢呢 巫捕头 麻烦你派人把这些下枯草搬走 再不陷阱 经历这么多 他很清楚 有一句老话叫做 一种弥养白种人 永远不要低估别人的愚蠢 巫谎应声离去 贺林川又问徐大友 枝田香还有哪里经常囤存下枯草 而且数量要大 大量囤积 徐大友想了想 落仓可能会有 他进一步补充 那是五个镇子的外运中转战 仓库又多又大 什么草药都有 下枯草在枝田香 不是什么金贵东西 如果有汇总 大概会在那里了 林将军问贺林川 现在就去落仓 先做些布置 接下来 贺林川就让徐大友 将附近药农家的下枯草 都收过来 大概不到八百斤 连同万松仓库里 所有草药都攒在野地里 一把火烧了得干净 好消息是 这几个药农 最近都没陷到万松 贺林川还找白氏县令 商量一件事 后者很痛快就答应了 另外 官府也找到了万松 在洪馆坊里的相好亲姑 一通盘问 据亲姑道 万松出手大方 身边总有几个朋友 但也只有那几个 前几天万松过来喝酒 从头到尾 闷闷不乐 亲姑一问才知道 她有两个朋友 在外遇难了 她还吐露 万松只剩两个同伴了 有一回 这三人喝酒喝大了 有个信来的黑胖子说 自己在白银山 已经置起了产业 准备盘下一个车马行 价格都跟人谈妥了 万松则道 自己在枝田香 已经有了三个相好 可连个蛋都没给她吓出来 黑胖子就到 恐怕是那几个婆娘 年纪大了 不顶用 万松也打算 秋天去万安镇 买几个清秀丫头 力争明年能开花结果 听完这些 贺灵川 才带上几头妖怪 二三十名便装观差 赶赴落仓去也 枝田香 单付赤烟三分之一的草药营收 行业规模越大 设施 手续 流程越齐全 分工越细化 在这里 连专门的转运舱都出现了 甚至有个镇子 就专门做仓储生意 这个镇 就叫落仓 贺灵川赶到时 见路修得又宽又直 到处都是仓库货站 货物周转十分繁忙 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庞府有做不完的事 这样的场景 若如发生在渊国 可有多好 贺灵川轻轻叹了口气 想到蹲御几个大梁仓外闲的 快要捉跳蚤的守卫和车夫 第472章 守株待兔 徐大友出面 很快就找到了贺灵川想要的药仓 这一排仓房分作三间 分处四种草药 夏枯草就在其中 独占了一个库房 落仓还有别处储存夏枯草模 有 但分散在七八个小仓内 草药都是混装的 我们查了库存 那里头最多就是四百斤左右 最少的才四十斤 没有龟类 负责人指住身后仓房 这里面是以金龟装完毕 共一万七千三百斤 三天内内要发往七地 就这里了 贺灵川轻自进去看了一圈 确认草药都在 这才常常舒了一口气 不枉他从昨夜就奔波来去 总算抢占了一回仙机 这个仓库一直储藏夏枯草模 是啊 镇中心那几个仓库保全最齐备 所以存最贵重的药材 镇边缘这几个仓库 一直都囤下枯草 麻黄这些 这些药草价件 没石磨人偷抢 林将军却始终有些担心 万松会不会随便找机家药庄药铺 先抢些夏枯草对付再说 贺灵川问他 你到麦先生和万松为何选知甜香味据点 林将军想了想 在这里容易弄到草药 若真是因为这个理由 妖魁对夏枯草的消耗量就不会小了 如果仅需几斤几两 那随便找几个药铺就能买齐 何必搬来知甜香落脚 只有在知甜香 才能长期批量 够要不惹人怀疑 贺灵川还未开口 焦虑极道 麦先生既已曝露 他们在知甜香就待不下去 要尽快撤离 换作你是万松 你手下那头怪物 又离不开夏枯草 你会怎么办 林将军脱口出 搞一票大的就撤 反正也要抢一票 那魔搞小不如搞大 贺灵川拍拍边上的药袋子 这里有两万多斤夏枯草 应该够他用上一段时间 直至找到新的货源 他懂得来这里找魔 万松或许不懂 但麦先生应该很清楚 贺灵川淡淡道 麦先生是个仔细的人 平时大概就规划好了退路 落仓始终有夏枯草要转运 那魔这里就是他们的后备货仓 其实他心底还有个荒谬的念头 始终没跟其他人或者妖说过 有待求证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 做些布置 然后就守株待兔 贺灵川问徐大友 我听说这里的青草洞很好吃 那必须的 徐大友笑道 每次到落仓工干 来回都必须喝一碗青草洞 这会儿是剩下七月了 动一动就满身大汗的季节 虽说大家有真力和原力护体 可以减少暑热的氢害 但大热天来晚良品也是巴士的版 于是众人就在徐大友带领下 找到附近的一家汤水店 这店在当地已经开了六十多年 手艺传道第四代人 贺灵川要的青草洞 是用仙草树熬出来的料汁 在冰凉的井水里泡一晚上就成了洞子 客人要吃的时候再浇上桂花蜜水 加几个粉饥饥的糯米小丸子 吃在嘴里半甜半苦 把心底那点急吼吼的灶气也消掉了 最关键是便宜 贺灵川一连干掉两大海碗 才要四个铜钱 若在冤国 光是桂花蜜都不止这个价 糖水在哪里都能卖上价 唯有在贝加国 那是平头百姓都能随便用的调味品 品种丰富 价格实惠 因此 无论是宝树王国还是赤烟国 街头巷尾都是各色糖品店铺 很多都经营成了老字号 像贺灵川现在吃的这碗青草洞 仙草 德佩比是店家的独门秘方 据说用上了十三味草药 并且连花蜜都用了两种 单说这种吃甜自由的幸福 那是举世罕有 重官差也坐下来歇脚 纷纷要了糖水来吃 其中有一名官差 还是黑深白条纹的臭用 他不要青草洞 只要了两碗蜜水 在官府干活的 当然不只是人类 夏季 天黑的慢 但这会儿 天边飘来集团乌云 蛮横的赶跑娇阳 拉出黑幕 云层中滚过几道闪电 风雨欲来 贺灵川等的 就是这个 当下站起来道 回去吧 准备开工 夜来风雨 气势磅礴 交得天地无光 整个落仓都沉浸在一片沙沙声中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晾干的草药最怕水 此时在繁忙的仓库都只好静止下来 贺灵川带来的人手 均匀分布在附近大小仓库中 他和焦玉则带着四五人守在存放下枯草的主仓 这仓库占地三百平方 修得方方正正 梁特别高 离地都有两丈 六米多 两万斤下枯草 整整齐齐落起来 只占了一半枯荣 余下的都空着 哦对了 仓库的角落都置着几个黑坛子 贺灵川和焦玉就做了一回梁上君子 从吃完青草洞返回仓库至今 已经过了三个时辰 仓库里始终静悄悄的 什么异样也没有 快到此时了 标准的半夜时分 贺灵川从仓库的气窗望出去 瞧不见半个人影 好在焦玉也是善于伏击的猛兽 习惯了等待 并无怨言 下方忽然传来 啪大 一声 贺灵川顿时蹦紧了神经 不过他很快看清 那只是一根小树枝被风吹动 落到地面上 天地间又闪过激道霹雳 四夜接亮 贺灵川忽然伸手拍拍猛虎后背 往窗外一指 急促道 看 焦玉一回头 浑身毛发一下闸开 对面窗外 好像有个庞然大雾 黑乎乎的看不清轮廓 但至少和药舱一样高达 若非电光正好照亮天空 怕是谁也不会发现漆黑的雨夜中 出现这魔个玩意儿 紧接着 这面窗就黑了 走 果然计划不如变化快 贺灵川原以为 怪物会从仓库的地底冒出来 哪知道他 直接就现身仓外 别看药舱宽敞 可外面这东西的块头实在大的离谱 根本挤不进去 幸好 他还有B计划 一转身 就从对面小窗窜出去 焦玉紧随其后 而对手在周围其他药舱的官差 和妖怪们来说 这个雨夜漫长又无聊 徐大游 打了第十个河浅 擦掉流出来的眼水 却见边上的林将军仍是聚精会神 紧盯着对面的药舱眼都不眨一下 这些妖怪的经历真好 普通人泪拍马难解 窗外的景致异常单调 就是一成不变的大雨和静舞 嗯 对面的药舱有点不对劲 像是后面多了个庞大的黑影 不过雷电一闪而过 外头又陷入了黑暗 那是什么 徐大游以为自己眼花 揉了揉眼 下一道闪电时 他望见药舱还在原地 周围什么都没变 巨大的黑影也不现了 果然是错觉吗 但这时 焦玉忽然从药舱后方窜出 伴随一声长啸 朝药舱放箭 虎啸穿透雨夜 像在众人耳边炸了个响雷 周围药舱纷纷打开 众人手持弓弩奔出 抬手放箭 每只箭后都系着长绳 虽说没看见其他可疑人物 但焦玉一声令下 他们还是照做 钻锋兽也撞开藏身之处的舱门 箭一般窜出 这十丈距离对他们来说 也就是两步的事 钻锋兽低头 像公牛顶人一样 猛地将螺旋尖角 撞在了药舱的外墙上 几乎与此同时 众人飞箭分支 同样射中药舱 这磨大的目标 就算几个月前初学剑术的贺林川 也不可能失手 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箭矢虽然集中 却纷纷滑落 一只也莫盯进墙里去 甚至两头钻锋兽的尖角 也莫扎破墙皮 只画出击道很深的画痕 并带出很清脆的 咚咚 三声 这种声响就说明他 不仅硬度很大 还中空 这两头钻锋兽侍卫 亮枪两步 晃了晃脑袋 显然被反正的力道 对晕了头 只有林将军的尖角 扎进去半指身 但好像还莫戳到血肉 光这一下 他都可以将巨像顶飞 但药舱不畏所动 他只得努力拔出尖角 晃了晃脑袋 撞得有点头晕 这下所有人都看出诡异了 药舱明明是木头搭成 怎可能坚固如斯 即便这重仓库平 实贴些扶阵 那也是防水防火防住 跟坚固都不该搭一点边 最糟糕的是 受了这一轮攻击之后 药舱居然快速下沉 是的 向着地面下沉 放任不管的话 最多三五息后 他就会完全沉入地下 这玩意儿 居然还跑得这么快 好在林将军冲上去顶撞的时候 就一边怒吼 起阵 特魔的快起阵 话音刚落 焦玉博井上的关牌 就开始发光 以下枯草药仓位中心 方圆二十丈内 有七处地面亮起微黄的光芒 那是埋在地下的阵符 开始起笑 每个阵符前方都占一名官差 手持利刃相护 地面看起来并莫甚显著变化 依旧是一地烂腻 众人奔跑间泥水飞溅 踩出深深浅浅的坑 但药仓的下沉之势 突然就止住了 这就是贝加国在战争中 运用很广的阵法之一 盾术禁决 他通常用在守城战 阵地战中 隔进敌人的土盾 水盾之术 以免人家溜进自家的盘岛破坏 是非常实用的手段 毕竟妖怪们的手段 和天赋实在千七百怪 第473章 大长腿呀 当然这种战阵 根据耗能和覆盖范围 也分好几个等级 现在众人用出来的这一套阵符 就是个最小后 覆盖面积只有方圆二十丈内 只需要七枚阵符 就可以组装出来 贺凌川手里 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这套阵符 是官差们从县里压借出来的 连同驱动他的玄金一起 当然了 用完就得归还 但这魔材大气粗的手笔 还是狠狠震惊了贺凌川一把 区区一个县官提笔一批 就能批出玄金来激活战阵 这在冤国根本无法想象 仅一件小事 就能看出枝田香这地方 真是负得流油 现在怪物的盾数已经失灵 非但下沉的势头被遏制 原本沉下去的部分 反而像是被禁锢在水泥里 拔也拔不出来 这就是贺凌川等人想要的效果 他一路追踪下来 基本认定麦先生手下这头怪物竹 打钱宗家伪装 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弄死那魔多受害者 不过 这场埋伏战的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只要做针对性的布置就好了 焦玉和林将军 在看过凶案现场的年夜之后 一致确认 这是个类似于蜗牛般的怪物 这类生物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行动辰还 那么他用盾数来弥补这一缺点 就合情合理了 现在禁绝法正将气固在原地 无法下潜 行动缓慢的怪物 就是砧板上的肉 他们可以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来慢慢宰割 贺凌川这才从后方显出身形 刀光如匹炼 披在药仓上却有一连串密集的叠音 方才他可是眼睁睁看着怪物 把药仓一口吞下 若非自己和焦玉反应迅速 这会儿也在人家肚子里了 战斗从一开始就很凶险 他看似只劈了一刀 其实七发相连 每季都精准劈在同一个位置 药仓列出一个小口子 贺凌川再接再厉 这一次浮生刀终于发挥出特性 堵 一声刺入了一掌身 他使出吃奶的力气 才抽回宝刀 刃上不限一丝鲜血 并且他确定 硬壳里面是空的 这玩意儿比龟壳硬 还比龟壳后 他凭借浮生的风锐 竟然还未伤及对方本体 真是董锐造出来的 贺凌川难以置信 若这怪物如此了得 董锐自己当初怎么不嫁着他 逃出备嫁 反而将之赠给了别人 一定有什么古怪之处 眼下局面容不得多想 贺凌川顺手抓出一枚钩罩 徒手刺入浮生刀 砍出的伤口当中 再一按击阔 蹭 地下 爪尖在内部的中空处张开 牢牢嵌嵌在伤口里面 他将绳锁丢给一头钻风兽 后者张口叼住 一个冲撞施展开来 就到最近的大树 他果真拿出钻风的速度 一连绕了五六棵 最粗壮的一株大树 直径接近一丈半 这片仓库 原本是个灵场 硬树腰的请求 人们保留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灵木 多数都是粗壮的巨数 其余官差也在纷纷砍剁 但他们的武器 就没这磨给力了 连到划痕都磨不出来 对所有人来说 这简直不可思议 官差办案都是带着原力来的 对付山腰也怪天然 要占点便宜 可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 只有贺林川知道 董锐造出来的腰癸 对原力的抗性很高 除非赤燕国的大拿清零 否则就凭这几个官差 怕是很难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损伤 这二十几人叮叮当当不停 倒好像在修起房屋 但他们的进攻也不是全无作用 药仓在众目睽睽下变形 一眨眼 功夫就化作了高达两张的硬桥 暗棕色的表面上 还有细碎的纹路 像花纹也像符纹 摊牌了 不装了 那熟悉的罗文梭小百倍 就跟他们日常作息的食物很像了 徐大友失声道 罗斯 果然是蜗牛 林将军从后方窜来 一把将他撞飞 也亏得他眼明提快 徐大友虽然跌出一仗开外 摔了个狗啃泥 但蜗牛壳下方 默然扬出一只巨爪 皮尔一下 按在他原先站立之处 他若不挪地方 这时就成肉饼子了 巨壳另一侧的官差 就没这磨好的运气 有两人站得近 于是 一起被碾进了泥里 叫多来不及叫一声 这东西长脚 焦玉先前围着 他转了好几圈 摸地方下嘴 现在总算见到一样能咬的东西 哪能放过 一记恶虎扑石过去 却被带离地面 又一记雷霆照亮天地 众人望着眼前的怪物 大惊失色 这玩意儿 不仅长脚 还是四条大长腿 能像人腿一样向前弯曲 表面粘腻闪亮的长腿 脚找宽扁平 找缝间还带着谱 同时这怪物也从硬壳里探出头来 脑壳方 前吻宽圆 一张大嘴脸到脑后 张开来向无底深渊 他脑门前方还有两根天线般的触角 又细又长 像针又像剑 当然这东西还唱着蜗牛般的身体 表面不有淡淡鹤般 在暗处很不显眼 一条尾巴粗又长 尖端却不在了 乃是在豪珠窝内被林将军用脚抵住以后 断尾求生 几个官差都沉默道 这是什么鬼东西 赤烟国也是妖之香 但莫人见过这抹诡异的怪物 明明尝着蜗牛的身体和硬桥 却又挖了一般的四肢与脑袋 处处都不协调 就像有人强行将这些灵剑拼凑在一起 众人也看得清楚 这四肢和脑袋 是从他身体当中伸展出来的 就像蜗牛探出的触角一样 随时又可以缩回去 林将军也是一代 难不成是荣原 若非清剑 任他想破脑袋 都猜不到细烈凶暗的真凶 居然长成这副德性 能把妖怪们都吓成这副墨剑式的模样 贺林川暗暗竖起大拇指 董锐啊 董锐 真不愧是你 看现怪物长相 他反而确定这就是董锐的作品 怪物正前方三丈外 正好有一名官差跑过 手里举着个火把 他以为这怪物动弹不得 避让的动作就慢了一些 哪知道这怪物突然张嘴 一道快的肉眼南边的红银闪过 官差就带着一声 长长惨叫进了他的嘴 舌头 林将军喝道 别占他嘴前 这东西弹舌捕猎 现在总算知道那张大嘴怎么用了 这分明就是蛙口吗 青蛙怎么捕猎 这货就怎么吃人 众人纷纷避让 默认赶在他嘴边驻足 就那张大嘴 看起来一口气色尽 十个人都不嫌多 妖魁脚也不嚼 就把官差吞下去了 紧接着 两条后腿猛的一撑 原地起跳 贺林川原本也想象不到 一头小山般笨重的怪物 要如何跳高 金灰总算开了眼 大概是身上的硬翘实在太重 这怪物 其实是往前窜出 腾空不到八尺就落地 阵的地面怦然作响 看似雷霆万钧 其实这一月的距离只有三丈 比炎阳的凌空一跳还不如 但他连续窜行的频率很快 眨眼间就窜出了二十四 五丈 这就已经离开了顿数禁绝法阵的范围 怪物自有感应 就要一头扎入地底 只要能够下沉 他就安全了 顺便还能带走满仓下枯草 作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口粮 不过他的胜利大逃亡只差一步 怪物携着一股子冲进拼命下沉 竟然还是下不去 不是阵法生效 而是后头有一股力量拖转 阻止他继续前进 贺灵川扎在他硬桥上的钩锁 终于生效了 现在这套钩锁一头扎在窝壳里 另一头绕过五六棵大树 被钻锋兽紧吸在最宏伟的树身上 他想成功下沉 就得先把这几棵大树拽倒 妖魁在意使劲 绳锁末的蹦锦 两棵大树的树身被勒得夸擦作响 树皮都断了一圈 这玩意儿力气真大 但绳锁和勾爪的质量也是真好 绳锁是松阳府主历青哥 最近新给贺灵川造出来的 主料已经换成了 他在魔潮沼泽搞到的云井 这是地学朱产出的最上等猪丝 轻弱无误 然而任性和弹力惊人至极 朱二娘仅凭这一根蛛丝 就能把自己掉到树上去随意挡鞦签 他的体型 跟这头妖魁也差不了多少 因此 贺灵川对他的强度很有信心 毕竟朱二娘出品 避暑精品 至于勾爪 那是李福波的得意之作 自称是近三年来的最好作品 被妖魁这样极限拉扯 都没有断裂 啊 暂时没有 自然旁人看得提心吊胆 深恐这妖魁在意使力 这小戏绳索就啪一声断了 焦玉回来 猛虎闻尸而退 这东西体型太大 他的尖牙力爪反而伤不到对方根本 贺灵川这才下令 上奴 快 抓紧给他多来几发 徐大友从地上抓起帽子戴好 手忙脚乱 摸出一只黑白相间的短刺 当作箭矢 安倒弩上去 众手下也都纷纷照办 而后举起弩箭 对准怪物的软体就射 先前他躲在硬桥里 谁也拿他没办法 现在他路头路定 块头又这磨大 谁还能射不中 这些并非普通箭矢 而是贺灵川 从玉伦山下捡回来的豪猪尖刺 豪猪刺本身就带有腐败 脏毒的特性 贺灵川又给他手工加料 每一只都涂抹了猪二酿赠送的地穴猪毒线 第474章 啊这 腰魁的软体相对柔嫩 哪里经得起他们的长刺短戳 两轮快速传射下来 他至少被打上了五六十根好猪刺 痛得咕咕大叫 搜一下缩进壳里去了 坚硬的外壳都是为了保护柔软的内力 换句话说 外壳有多硬 他的身体就有多脆弱 并且 这些好猪刺都带有捣钩 光靠他自己肯定拔不出来 玉轮山下的豪猪们在玉南大半年之后 也算是亲手报了仇 而猪二酿出品的毒液 能令伤口剧痛 如遭烈焰灼烧 腰魁痛不欲生也就罢了 伤口上还飞快鼓起水泡 每个都比猪尿泡更大 五六十处伤口 就有五六十处水泡 这些若不及时挑破 猪毒就会迅速流去全身 造成神经麻木 肌肉无力 听住腰魁惨叫 窝壳里又有了动静 壳里有人 贺灵川提醒官差瞄准 自己举起袖键 对准壳子李晃过的影子 就是一发 众官差才发现 蜗牛壳里居然还有人影晃动 有两人手执长刀 正在飞快挑破 妖魁身上的水泡 又妖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一个纵身 就跳进了窝壳当中 别去 这丝太灵活 贺灵川想拽他尾巴 终究慢了一步 壳子里的人现黑白晃动 挥一刀就砍 臭右走位优秀 避过刀锋 紧接着彭松的大尾巴一台 从贺灵川角度 能清晰看见他尾部 喷出一团黄绿色气体 几乎喷在一名刀手脸上 这人顾不得劈砍 抓着脖子 立刻弯腰呕吐 这种应急反应 根本无法自控 右腰借势往他后背一蹬 这人站立不稳 竟从摇魁后背滚落 掉在了地面上 同伴飞快来救 贺灵川眼明手快 抬手就是一发袖剪 直接在他肩后开花 再反手一扯 抢在其同伙之前 硬生生将他扯了过来 这贼人有点黑 有点胖 被他扯过来时还很硬气 一边大叫 一边挥一刀来砍 贺灵川随手劈断他的长刀 抬腿就踹 咔嚓两声 此人双腿的腿骨都被踢折 惨叫倒地 自有官拆过去拿人 臭右腰一注得手 信心大增 也不顾同伴呼唤 还要往壳子里钻 壳里明明有些空隙 他自视身材小巧 可以钻入 那只前方肉衫 很突兀地开了个口子 他静默来得急变相 一头冲了进去 怪物的大嘴 居然开在了这里 等右腰发现 已经来不及了 大嘴悄无声息合拢 一点缝隙都没留下 但他放出的臭气 还在壳子里营绕不去 怪物大概也被熏得脑壳疼 忽然又钻出壳子 划出四肢 高高起跳 这一蹦式使出了全部力量 就算负重惊人 也跃起四丈左右 再重重砸向地面 砰的一声巨响 地面又陷进去树齿 钩索附住的大树 直接被勒倒了两棵 怪物疼得受不了 想要躲入地底缓一缓 树丝绕所绷得比众人的神经还紧 像是下一秒就要锻炼 怪物的贝壳甚至开始发光 浅棕色的光芒在黑暗中不怎么起眼 但人人心中一慌 不知道这祸还再出什么魔额子 难不成还有二段变身 众目睽睽之下 怪物顶着满身伤又在起跳 谁也没料到 贺凌川会在这个时候 抢过身边人的火把 突然冲前 焦狱大惊 你干什么 他一个虎扑 慢了一步墨拦着 贺凌川的动作 和先前那头右腰一模一样 甚至比他还要灵活 一个剑步接着起跳 冲着窝壳口就去了 那怪物身在半空中也看见了他 根本躲都不必躲开 只要张嘴等他就行 那嘴大地向无尽深渊 贺凌川此举就是自投缠口 不过怪物脑袋后还缩着一人 见到贺凌川怀里抱住的东西 就是一个机灵 拼命拍着怪物道 别吃 转头别吃 可惜这怪物的反应天生就要慢半拍 无论他怎么叫唤 缠口也莫来得及必上 贺凌川合身跃入 手里还抱着一个黑色坛子 坛盖已经打开 进了怪物的嘴就像进入黑洞 前方乌漆麻黑 只有他手中的火把是唯一的光源 身后的光快速减弱 那是怪物正在合嘴 就在天光消失的那一瞬间 贺凌川江火把死命奔进了黑坛子里 这种火把净脱了特殊油料 大鱼也焦不灭 哄 一声惊天巨响 我可爆炸了 劲爆的气流从敞开的窝壳口喷射出来 一同出来的好像还有其他东西 接二连三 一共四次爆炸 这时候人人还在俯身低头 都被窝壳里突然爆出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 只听到爆炸声不绝于耳 这是贺凌川域埋在草药仓库四角的炸药 被一波引爆 怪物的硬巧原本是栗子一样的红棕色的 爆炸后一瞬间变成透明 于是爆炸的强光毫无障碍地穿透出来 还是焦玉最先反应过来 一虎当仙冲向掉落点 追 相当于爆炸的声势和强光来说 他们离窝壳不远 居然没被气浪掀翻 还能稳稳站立 真是不可思议 事实上 众人也只觉得一阵大风扑面 硝烟刺鼻 除此之外并莫太多感受 爆炸的绝大部分威力 都被窝壳升兽了 三下五除二 大家拒去妖魁的坠落点 受焦玉派遣 有精明观察钻禁树林 结果在那里捡到了两个人 一个少了两条腿 另一个只剩两条腿 当然在妖魁的坠落点 这里的地面熬出一个深坑 周围地面的泥土 呈放射撞剑射 可见那一下落地的冲击力之刚猛 窝壳就现在深坑正中 奇怪的是 它并被炸成碎片 甚至形状都保存完好 只是外壳上多了几道深深的裂痕 这壳子真是坚固的令人炸舌 徐大友问焦玉 大人 现在怎么办 那位英勇的特使大人 既然就义 在场的最高指挥官 就自动变成了这头猛虎 焦玉还未答话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后头传来 找人过来 把他拖出深坑 徐大友一回头 惊得后背发麻 排中而来的 岂非正是特使大人 全须全尾 四肢康泰的特使大人 这位既然平安无事 那魔方才抱着炸药坛 跳进怪物嘴里的 又是谁 好在徐大友 荡差二十年 怪事也见过一箩筐 转眼就想到 对方大概有什么 了不得的保命神通 因此 他惊讶之后 定了定神 换上一副喜色 特使大人 您无恙就好 贺灵川却盯着坑中的窝壳 一脸凝重 快将它 拖上来 三字未出 窝壳忽然动了 他再一次飞快下沉 林将军瞪目 啊 这 爆炸 那魔剧烈 还是直接在他嘴里引爆 竟然没把这怪物炸死 他看起来软啪啪地 不像那魔抗炸的模样 最重要的是 拉住他的勾锁 怎么松了 贺灵川抓着绳头一扯 松的 勾爪断了 大概是最后一下爆炸时 被炸断的 并且直接断在窝壳里头了 虽说是名家出品 可他再刚见 也有个强度 被怪物这魔阶二连三拉扯 终于扛不住了 林将军怒吓一声 冲下坑里 伸脚去顶 众人也纷纷入坑 想将他翻过来 甚至贺灵川都照出了金甲铜人 想祖气下沉 怎奈窝壳砸进这里 吃土很深 壳子又是光滑滑的 摸个抓手 贺灵川的勾招 也已经锻炼 这回针没什么好办法再阻止 众人最后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顿入地下 屠呼奈何 十几息后 最后一点颗尾间 也消失在坑底 这东西逃走了 林将军顶的坑里泥土飞扬 气呼呼道 该死 真该死 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顿走的速度很慢 应该也受了重伤 贺灵川也绝可惜 但这时 还是要拍拍大脚 安慰一下战友 再说 我们还有战利品吗 所谓的 战利品 是窝壳里的两个人 爆炸时被轰了出来 死掉的那个四分五裂 官差从林子各处收集残骸 有一回 甚至摸了个眼珠子回来 但就是凑不起一个完整的人 还活着的那个幸运而则陷入昏迷 血如泉涌 虽说他满身血鱼 脸也肿得像猪头 贺灵川看见他以后 还是吹了声口哨 拍拍林将军的肩膀道 恭喜你了 凶手落网 徐大友等人也连声叫道 万松 万松 这就是万松 他们本地人多看两眼就认出来了 这就是一只在逃的凶犯万松 林将军见到仇人 分外眼红 本能地低头 想顶死他 但官差都在周围 这次也还有价值 他只能强忍杀意 一只前蹄拼命逃土 他的命 我要了 别急 贺灵川检查万松伤势 发现这丝内斧重创 又在飞快失血 已经是命悬一线 若是放任不管 一刻钟后就毙命了 没奈何 他只能往万松嘴里塞了颗保命的丹药 再封住他腿上的穴道 减缓失血速度 而后吩咐官差 尽快把他抬去镇上找大夫 一场大战至此结束 巧的是 雷雨也停了 到处都是泥土的兴器 这里原本是有人类和妖兽手舱的 只是被这里的大洞镜下跑了 眼见战斗结束 他们这才三三凉凉返回 第475章 冷血无情 贺灵川找到客栈入住时 已经是丑石末 落舱险些被他们搅得天翻地覆 下枯草仓库那里声光电特效拉满 镇上的人不被惊醒就怪了 贺灵川直接冲了的凉水澡 把身上的血活泥都冲掉 又换了一套衣裳 这才去往镇数 黑胖子的口供 居然已经审出来了 这要归功于林将军 一点时间也不浪费 在返程路上就开始逼供 不对 是提审 作为一方豪强 林将军其实享有很多特权 像这样阅足提审根本莫人敢拦 那胖子在战斗中被臭幼踢下窝壳 早早成情 反而躲过了被炸成碎片的下场 现在玄健健康康地活着 焦玉在旁听审 确定了这黑胖子只是个从犯 一切都听上头交代 老大安排 老大就是万松 但黑胖子也交代了一些关键公词 比如 他们七年前就开始干这份不要本钱的买卖 他是被万松拉入火的 万松是被原来的队长拉入火的 原队长去年冬天在玉伦山讨好猪窝时 重伤不治而亡 因此万松理所当然 升任队长 七年来 他们只在赤烟国境活动 前后出动近二百次 杀害大小妖怪几千头 这是个概数 具体数字 他也记不住 之所以数量这么大 是因为有些妖怪体型较小 比如蝙蝠 每次至少要杀十几头 几千头 贺灵川听到这个数字 仍然皱眉 这不对吧 光是玉伦山那一回 就杀掉了一百多头好猪 那是后期 焦玉解释道 前期他们猎妖都是小心翼翼 尽量挑大块头的野妖怪 这样 每回只要猎个一两头就行了 尽量不引起官方注意 安全 才能长久 也就是从去年开始 地流将来了 山妖野怪数量大增 上头对江猪的需求量随之增加 这才命令他们加大补链 否则 这事情也不会曝露了 贺灵川终于想起正事 那魔灵虚城的姓氏被裂 是怎么回事 黑胖子交代 他们只把他当普通的邀请 打杀取诸 根本不知道那是灵虚城的姓氏 焦玉难得叹气 他在我们面前痛哭流涕 说若能早知道 那是灵虚城的妖怪 谁敢碰他 林将军方才也动了手 确保他莫说假话 说把焦玉看了林将军眼 这个性急的家伙 差点把黑胖子的黄都踢出来 后者大概是说不了谎的 贺灵川奇道 那白尖雕 难道死前都不给自己辩解一声 好歹也是猛情 死得这魔憋屈吗 配给万松的那头怪物 叫做窝蝉 能向猎物放出无色无味的迷烟 令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 因此 那头白尖雕的确是一睡不醒 连给自己身边的机会都没有 想到这里 焦玉也是心计 幸好我们在药仓射服时 嘴里都含着提神醒脑的药丸 否则睡一觉再醒来 凶犯已经远顿千里 岂不丢脸丢到家了 贺灵川斧着下巴 原来豪猪都是这魔死的 多数是 但有几头从外面回来 没有中招 这才与万松等人爆发一场大战 焦玉也审问清楚了 他们借助窝蝉之力 最后仍然取胜 这个窝蝉到底怎么回事 贺灵川对这个最感兴趣了 你问到了吧 给我说说 如你所料 那怪物是个合成的妖鬼 但胖子不知道制造者是谁 只晓得这东西是由恶鬼蝉幼体和蜗牛合成 甚至他背上的壳子都大有来头 什么来头 他不清楚 只是听从前的队长说过这么一句 恶鬼蝉 赤燕国也有那种妖怪吗 贺灵川听过恶鬼蝉的大名 传说此妖只在雷雨天的郊野出没 专门埋伏于行人的必经之路 他本身有变色变形之能 常把自己伪装成山洞或者巫舍 行人进去避雨就是自投蝉口 成为恶鬼蝉一顿美味大餐 赤燕没有 我听说泽国有一个恶鬼蝉家族 但苗丁不忘 仅有三头 焦玉摇头 恶鬼蝉体型巨大 法力强悍 现今很难再有子嗣 越是强悍的生物 本来繁衍后代就越是艰难 何况在这样灵气稀薄的环境 贺灵川奇道 那这群人哪里弄来的恶鬼蝉幼体 不知也 但我料想和泽国脱不了干系 焦玉难难道 此事要是传扬出去 又是一场轩然大波 谁看到自家孩子被弄成这样 妖不妖 愧不愧的模样 都不会罢休 贺灵川当然不关心吃烟的外交风险 只是沉吟道 恶鬼蝉的幼体 哎我去 那不就是蝌蚪吗 难怪妖魁一副怪样 那不就是一头变 太不完全的蝌蚪模 蝌蚪刚出生是经典的纺锤形 随着时间推移 尾根膨胀 长出前后腿 然后身体越来越补胀 尾部越来越短乃至消失 就成了蛙蝉 这头妖魁的形象 除掉蜗牛的背壳和触角之外 不就是蝌蚪长成蝉的中间形态模 但从生物规律来说 这种形态持续的时间不长 也特别不稳定 难怪董瑞会说 这怪物必须定期进食下枯草 想来他用了什么法子 令妖魁保持这个形态 但当时制造过程太过仓促 没能进一步调试 如果蝌蝉长久不吃 下枯草会怎样 会变成一头恶鬼蝉 那又会导致什么糟糕的后果膜 贺林川觉得 听完这些口供以后 他的疑问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 万松现在的上家 也就是麦先生 他了解多少 林将军接话 他没献过麦先生 万松也不怎么提 但万松去年底 从白杀绝面接麦先生回来 说他们这一组任务 完成得最好 因此 拿到的奖励也是最丰厚 年终奖 他们拿了多少钱 这支队伍本来有六人 原队长去年猎豪诸石身亡 另外两个前几天 偷捕赫林川的炎阳石死掉 因此 今回他们面对的 只有三人 去年底 每人都拿到了七百两 再额外追加 一千二百两奖励 林将军恨恨到 否则今年 他们也不会鼓足了干劲 杀害纳摩多妖怪 也及时说 还有其他组别 他也说不出个究竟 万松的性情呢 这是他特地交代 交易审讯的问题 凶悍残忍 手下们都怕他 赫林川点了点头 飞胖子 已经被这两头妖怪掏空了 没有再询问的价值 赫林川算了算时间 站了起来 走吧 去医堂 这种时候 他就特别想念灵光 午夜一战后 万松就被送去洛仓 最好的医堂抢救 这里的大夫 医术相当不错 忙活了一个多时辰 伤员的血是止住了 脸上也基本消了种 但他们表示很惋惜 内府伤势过重 回天乏术 我们使尽手段 也最多让他再活一个时辰 现在要把他弄醒吗 弄醒 赫林川等人自然没事磨 好遗憾的 时间宝贵 于是 大夫们拿着一个绣瓶 放到伤员鼻下 轻轻晃动 很快 万松就从昏迷中 悠悠行转 他睁开眼 就看到赫林川 然后目光从焦狱 林将军等妖怪身上扫过 迷茫渐渐变成清醒 又变成了心如死灰 看来你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赫林川身腿勾来一张椅子坐下 老实回话 你可以少受些苦 喂食魔 喂食魔会爆炸 万松昏迷前和昏迷后都默想明白 药仓里有好几坛子炸药 赫林川放的 本来想等怪物从地底钻进药仓时引爆 哪知他直接降药仓吞了 那更好 赫林川派分身跳进那货嘴里 引发连环爆炸 威力当然惊人 万松微微抬头 看向自己双腿 我还有救魔 赫林川直言不讳 没了 在焦狱等妖怪想来 这时候难道不该给他希望 拿他性命为妖邪魔 但赫林川知道 这人出身到门 又是常年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的亡命之徒 恐怕对自己的伤势 也有评估 想从这里骗他 可能不太容易 万松尝尝着个阴勾鼻 高拳瘦脸 这时候面色惨白又阴沉 我都快死了 你还想从我这里问出什么来 万大户落网 可能瘦你猪脸 赫林川拿起桌上的杯子 平易近人 喝水磨 要 万松自存 将死之人 有什么好怕 干脆大大咧咧 赫林川亲手为他喝了水 这才接着到 万大户几个孙子还小 你要带他们下黄泉魔 要不是万贤能把我供出来 你能抓到我 万松漫不在乎 他害我 我害他 扯平了 他都要死了 还在乎别人的孩子做甚 赫林川笑了 好 很好 冷血无情 难怪麦先生放心用你 万贤能是他亲疏 也是 他在世的唯一亲人 从前对他 还有阶级真 他都可以弃之不理 麦先生就是看中了这样的珍贵品之霸 万松翻翻眼皮看他一眼 不吭声 但一切轻蔑 都在不言中 他都要死了 这人能奈他何 处死无大事 他还能怕谁 第476章 瓦将莫好房 见他将生死置之度外 赫林川凑近一点问他 还记得亲姑吗 洪管方的女人 万松沈孝 你难道想拿他威胁我 万贤能都要靠边站 他算个屁啊 赫林川也笑了 我说的是他肚里的娃 万松脸色微变 听他拖长了语音 也就是你的孩子 万松一正 忍不住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呦 扯到伤口了 疼得慌 可他越疼越想笑 你说 你说亲姑怀了我的娃子 他眼泪都快出来了 你撒谎 能不能先打个草稿 赫林川叹气 你都快死了 玄提麦先生手密作甚 我就喜欢看你们 病急乱投医的样子 万松喘了两口气 我死了 你们也交不了差 一样要倒大煤 他面颊上 居然透出两团血运 连带着精神都好了不少 赫林川知道这是回光返照 耐心等万松笑丸 赫林川才悠悠道 行吧 这是你自找的 大夫说从日子上算 莫问题 亲姑那段时间只有你一个客人 你不记得了 百天前你刚拿到一大笔钱 很好爽地包了他一个月 我前几天才跟他现过面 他连提都莫提过这事 当然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有些女人就算怀上三个月 也压根都不显怀 赫林川道 直到我们把他收押在牢 他突然昏厥过去 才有大夫过来好卖 口说无凭 你就瞎掰吧 万松立声道 亲姑那种女人都有错失 不可能怀上 不信拉倒 赫林川指了指他的断腿 我已精命人窃下你的皮肉 亲姑也在外面候着 你要是不信 我们现在就剖腹曲子 检验一下 是不是你的骨肉 万松吃了一声 随你 赫林川向边上的官差点了点头 后者立刻走出去 很快抱着一个女人进来 放在万松身边的另一张床上 这女子昏迷不醒 正是亲姑 万松皱眉 她怎么回事 时间宝贵 我只能先把她弄昏过去 赫林川一摊手 你不会以为 我在她清醒室活泼吧 我没那么残忍的 她转问边上的大夫 我还没剖过这磨小的紫盒车 三个月的摊有多大 大夫伸出一根手指 也就是一指长吧 能看出男女 能 已经有了雏形 赫林川往轻姑一指 行 动手吧 大夫有些犹豫 这 他是救人的 不是杀人的 你坐不来 大人 这个 末世 我自己来 赫林川从薛桶里拔出匕首 随便在万松边上的盘子 离扯了快步擦了擦 然后轻快地挽了的刀花 万松冷笑 不信 这家伙再讹她 就算她真怀上了 就算她真是我的重 你剖出来 又有什么好处 把她孩儿都杀了 她就能跟这家伙合作 你断我的路 我就绝你的后 莫好处 但是能解气就行 赫林川拿刀背拍拍她的脸 露出一个阴狠的笑容 来嘛 互相伤害 万松狠狠盯着她 赫林川走到亲姑身边 忽然匕首一画 那万一一起破开 大夫替她扯开破衣 露出女子腹部 她出刀太快 画出残影 偏又显得特别随意 万松猝不及防 看得眉头一跳 赫林川已经展开神面 不必抬头 就能将她的神情细节 尽收眼底 心里也有了谱 最后一次机会 赫林川戳了戳 亲姑的肚皮 万松目光一鸣 发现她用的是刀把 你犯下的罪行 够诸全足了 没得跑 但上头不知道 这里还有个 信万的莫出事 只要我不说 这里的大夫不说 你在世间 还能留个重 怎样 合不合作 万松冷笑不语 但赫林川发现 她腮帮子鼓起 大概在暗自咬牙 边上的大夫忍不住道 大人 先下刀半寸就好 怎么 你还怕伤到他 赫林川似笑非笑 对万松道 邓大爷 看看你的载重 是男是女 说吧 匕首往亲姑旗下厌 一话啦 万松亲眼看见 笔尖戳进去了 确定对方果真剖腹取鹰 心狠手辣 终于大喊一声 住手 鲜血从轻姑肚皮躺下来 但不多 赫林川持笔的手顿住 偏头问他 招不招 我说 万松吸了一口气 你别伤他 他纵然凉薄 临死之际 也很希望能有子孙流逝 这才对嘛 麦先生只是你东家 又不是你清殿 你拿亲儿子的命 袒护他作甚 赫林川想了想 哦 他不会真是吧 不是 赫林川这才收笔 擦了擦刀尖的血 对大夫道 抬他下去止血 到这时 万松也不怕陋窃 急问大夫 我孩儿没事吧 大夫仔细把了把脉 摇头 末世 而后 众人将轻姑抬出 赫林川重新坐了下来 好了 做人要光棍 我饶你孩儿一命 你以何误报我 万松闭了闭眼 颓然 你想问什么 江珠是做什么用的 赫林川开始把问题往外抛 卫世磨消耗量那磨大 你先立誓 万松也不傻 保我孩儿无余 行 我向天启示 绝对不伤害 你万松的子孙 行了磨 万松这才到 那是炼制炎寿丹 也就是布老药的主材料之一 至于怎么炼 还需要哪些材料 这些我都不知道 布老药 赫林川心头一动 这药名好耳熟 他在千星城废墟的幻境中 好像听见已故的冤王提起过 吃了有什么效果 就是 听说能令服用者延长寿命 万松咳了几声 嘴角有血浸出 本来是叫做炎寿丹 后来干脆话用上古仙丹的名称 布老药 但我没用过 不清楚 你成天给麦先生猎取姜猪 怎么不弄一副布老药来吃吃 说得轻松 万松冷冷到 那东西也是我配吃的 他看了赫林川一眼 你不用旁敲侧击 我没见过 也现不到成品 瓦匠墨好房 木匠墨好床 认了 那都给什么人吃 我不知道 我只管上交将猪换银钱 万松翻了翻眼皮 能用这个的 还有谁 非富极贵呗 说说林虚成的姓氏 几头妖怪在身边 赫林川就要提起 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杀他 我事先不知道 万松有些无奈 知道了 怎么会朝他下手 给自己找杀身之货吗 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赫林川就觉得奇怪 白尖雕飞在天上 你们怎知他何时落地 双仪阵外有个小湖 水质清澈 鱼虾足 许多迁徙的鸟儿 都会去那里落脚中转 包括不少情妖 万松回忆道 那些天在野外 一直莫找到何时的妖怪 麦先生就命我们去 双仪城的湖边碰碰运气 我们去了之后 就见到那拓白尖雕了 他一直在喝水 个头最大最显眼 其他鸟类都离他很远 像这种妖怪 凝成的江珠最多 我们就相中他了 他试了试唇 当时已经傍晚 我们估摸着 白尖雕会在那里过夜 就一直等到晚上才动手 过程很顺利 没石磨波折 白尖雕在睡梦里 就被你们弄死了 赫林川知道 这种飞行信差传讯 如果不是长篇大论 多半只传口讯 不落在纸面上 情报就更安全 但反过来说 正因没有纸面讯息 白尖雕死的好冤 是的 也即是说 你们挑选这头白尖雕位目标 只是偶然 并未事先计划 我们不会未卜先知 万松说到这里喘了口气 赫林川等了几夕 见他居然迷糊过去 只得伸手去推 振作 你这一睡 就不会醒了 万松这才悠悠行转 再跟我说说麦先生 这人是怎么出现的 万松这回想了好一会儿 才找回原本的记忆 原本我的上家姓白 几年前换成了麦先生 他的脾气 比姓白的好多了 为人也相当和善 替我们争取的薪酬更高 有两回过年 还送了年货给我们 你怎知 他是皆姓白的版 而不是杀而代之 服令 口令都对得上 万松莫然道 只要正常给付报酬 其他的我才懒得管 麦先生的上家是谁 既然万松的上家 也是可以换的 那就说明麦先生 不是最高华氏人 不清楚 没见过 万松看赫林川 眉头紧皱 怕他不满意诱导 但那人应该住在北部 麦先生两次给我们带年货 都是白杀绝的特产 并且有一回 嗯 有一回 麦先生突然要求窝蝉出洞 却不是捕猎妖怪 而是去送人 哦 赫林川来了兴趣 谁 一共四人 都戴着面具 我不知来历 但未首的是个女人 不仅从体型能看出来 她还向麦先生道谢 麦先生说不并 只是还人情罢了 并要那女子立世 绝不对外透露 窝蝉的存在 第477章 未来的方向 我感觉 麦先生那时候 好像不是很高兴 万松一口气说到这里 有些疲惫 歇了下才接着到 我们通常在郊野行事 以免惹人注目 那回是头一次进入大城 麦先生在一栋大宅里 召唤窝蝉 又把这四人 藏进窝蝉里 遁地带走 他特地用窝蝉 带人离开白杀绝 万松点了点头 当时城里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我接到人就走了 没停留 没注意 但我在宅子里时 听到外街上 有很多脚步声 他顿了一下 后来我架着窝蝉 把他们放在白杀绝西边 七十里外 就返回了 贺林川主问 林将军就一直在旁听 这时终于忍不住了 那所大宅的位置 你总记得吧 当然记得 在白杀绝西北角 那里有两条溪 地底的泥土 都是湿的 窝蝉还特地绕开溪水 万松回想了一下 我架着窝蝉冒头的 那个宅中小院 咦 难听 卫号 窝蝉很喜欢 吃那院里的泥土 但麦先生告诉他 再也不许过去 贺林川问他 你们是怎么召唤窝蝉的 窝蝉凭时顿地 来去无踪 这帮人 一定有个联系 他的固定方式 万松瞥他一眼 经过今日一战 他不会响应我的召唤 你不用妄想了 那是我的事 贺林川淡淡道 你只管道来 万松吸了口气 取一颗窝蝉的卵 然后用力捣碎 只要他在不远处 自由感应 捣碎 真的 真的 贺林川一道 我怎么觉得 这是劫仇 不是召唤呢 他敲起二郎腿 对万松认真道 说话不能只说半截 否则你孩儿 也就只剩半截 万松木讷的神情退去 露出一点无奈 如果是我 或者麦先生召唤 他会过来听令 如果不认识的人 这魔干 就是劫仇 他会潜伏周围 伺机进宫 你说的 不远 是多少距离 三四十里内吧 贺林川向他伸手 卵呢 给我吧 练坠里 万松连抬手的力气 也没有了 只能任他取走自己的项链 贺林川的却在这里 头发现了一贯潮湿的泥土 里面埋着七八枚白色的圆球 每个都有乒乓球大小 摸上去又软又滑又Q弹 窝蝉逃走以后 可能会去哪里 去找他 他的主人呗 我们都不是 只有麦先生 形容一下麦先生 麦先生个头挺高的 体型跟你差不多 平时话也不多 末世也不找我们 他走哪儿都带一个血玉斑 万松早就游进灯窟 玄凭着老命说了这魔九的话 神衰气虚之相再也掩不住 又难难低语击聚 谁也听不清 贺凌川追问 血玉斑纸 是跟江珠一起藏在画中灌的那枚斑纸 对 对 然后 万松的呼吸就越来越弱 乃至于无 林将军气恨恨的 罪大恶极之徒 居然让他死得这样安详 万松的后事自有官差去处置 贺凌川站起来就往外走 出了门 林将军还是瞪着眼道 这种人就不应该有后 要不是你已经历史 我真想 真想 他用力刨了刨梯子 贺凌川笑道 他本来就无后 你可以消消气了 唉 林将军的气一下就漏了 可刚才不是 等一下 那女人怀的是假孕吗 焦玉嘲笑老杨 你才反应过来 贺凌川往堂后走 亲姑还昏睡在此 衣上上的刀口也在 他把手伸进去一间 居然把亲姑的肚皮给揭了下来 任灵将军杀人无算 看到这一幕也是吓了一跳 但他很快发现 这块揭下来的人皮 立刻变色 表面还出现了鳞片般的暗纹 这块皮子 其实很大 从面积来说 也不可能是亲姑的人皮 这是蟒皮 还是蛇皮 贺凌川耸了耸肩 拿了块布 把皮子上的血迹擦掉 这东西当然就是博山君的伪装之皮 能跟环境融位一体 绑在亲姑上半身 当然就变换为亲姑的身体 博山君生前也是修为有成的大腰 一把普通匕首 怎可能扎破他的皮子 所以 亲姑根本没有受伤 至于躺下来的鲜血 是贺凌川 先在亲姑旗内 藏了一个小小血囊 动手时 先扎破血囊 自然有了活灵活现的视觉效果 其实贺凌川扎完刀以后 就让人把亲姑推出去 只是万松伤痛难忍 头脑不像往常清醒 没发现这个破绽 林将军看到那个血囊 再琢磨一下 也知道怎么回事 不由得敌过 针扎一刀 有甚关系 何必费这魔大劲 贺凌川笑笑不解释 在亲姑身边 放了一定银子 算是协助调查的费用 而后对大夫道 行了 唤醒他以后就放走吧 林将军在本地称王称罢惯了 怎么会在意一个平民的性命 大家立场出身不同 有些话题就无需讨论 离开医馆时 天色已经大亮 贺凌川就对林将军道 杀害钻封兽的凶手已死 这个结果 林将军可满意 林将军点头 有劳你了 将军可打算启程东去 时线快到了 林将军威恶 看他一眼 又想了想到 你小子 有话就直说 是不是不想再查下去了 他对贺凌川的称呼 已经变了 两天前还尊称特使 这并非不尽 而是距离拉近 你二位都听说过不老药吧 方才贺凌川也观察焦玉和林将军 这两头妖怪 虽然面部表情不如人类灵活 但万松说出 不老药 三个字时 猛虎的尾巴尖翘了翘 而老药则晃了两下脑袋 两腰都沉默一下 才点头 知道 林将军更是道 赤燕国也有人服用 案子到这里 就不简单了 贺凌川问林将军 你还想往下 不对 是往上追究魔 林将军少见地犹豫一下 而后道 我是该东去了 但杀害我族人的主谋 还未落网 白沙爵就在赤燕境内 至少要把麦先生和上级都抓住 贺凌川看向焦玉 蒙虎舔了舔爪子 在赤燕境内 我们就有权抓捕 这是要追查下去的意思 也符合赤燕国未来主人的性情 贺凌川叹了口气 福山岳的报酬 可真不好拿 林将军仰天长叹 到底让那头窝蝉跑了 否则找到他 也就找到了麦先生 此时观察徐大友迎面奔来 满面笑容 特使大人 万贤能和莱温都已经收归香楼 县令大人想请问 您还有什么吩咐 贺凌川摆了摆手 末世了 两个嫌犯都是重要人证 请县里派人压介去都城 徐大友应声而去 贺凌川安抚老杨 说不定麦先生也在白杀绝 他追见麦先生的愿望 不比林将军弱 林将军遗憾道 可惜我得离开了 不能再陪你们去追凶 贺凌川笑道 将军且带佳音 林将军转头 不知从哪里 雕出一枚灵档给他 这是钻风铃 给你那头炎羊带上吧 我看他速度很快 但是攻击太弱 这枚灵档 能令他在十二溪内华身 一头钻风兽 拥有我族的力量 和三连击 当然 灵档要补充一天的风能 才可生效 并且只能给杨妖使用 贺凌川没想到 还有这意外之喜 大大方方笑纳 一转头 就给颜杨戏上 我赶不去白沙绝 但在那里 有个多年故交 他在赤烟国和林须城 都当过官 去年冬天之事 在白沙绝当地 德高望重 人脉也在 或可作为你的助理 林将军顿了一顿诱刀 他这人外表有些油腻 呸 是油华 但其实还有两分骨气 大事上可以信任 否则我哪里会跟他做这磨酒的朋友 他又取出一块巴掌大的粉红宝石 交给贺凌川 这家伙喜爱其实 我答应过要送他一枚粉袋石 这个就当做我的信物和见面脸 贺凌川收下 记好 后会有期 再找你喝酒 林将军就此道别 带着侍卫们向东进发 过去的这一天 分外漫长 连猛虎都呼出一口气 问贺凌川 现在去哪 贺凌川却看着林将军的背影出神 没有回话 直到猛虎多问一遍 才收回目光 方才他问林将军的话 其实也在问自己 信差失踪案 从一开始就不简单 查到现在 他能隐约感觉到 前方阻力越来越大 奇怪的窝蝉 行踪飘忽的卖学文 敢在妖国猎妖的幕后人 还有态度异常坚决 要求一查到底的赤烟国君 这件事 是不是才露出冰山一角 贺凌川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抓到一个万松 也算对福山越有交代 连老杨都跑了 但他现在中途退出 就看不见水下的景象了 说好的 道中流几水呢 如果他只迈出这一小步 就畏缩不前 纳摩有朝一日 贝加妖国 发现大方湖的秘密 他能不能经得起 狂风暴雨的洗礼 他修习的刀法 是浪斩 是刀法 也是心法 若没有深入敌后 主播排浪的勇气 日后又怎能欲强则强 淋浴而上 第478章 一人尚在 当然是白沙爵 贺凌川转了转脖子 发出喀啦一声 我有预感 那里快要有好戏上演 他需要更精明 更仔细 更沉稳 对了 知田香的调查 已经告一段落 你派个人 把这里的情报船 给浮山岳 砰砰砰 门被敲响 贺凌川一睁眼 看见的 又是熟悉的木梁 梁上有一只 固灵灵的蜘蛛 正在结枉 他坐起来搓了搓脸 知道自己 又回到盘龙梦境 好些天没进来了 这次直接出现在 自己的小木屋 看来红将军率领的大军 最终放弃东返 回到了盘龙城 哪怕早有心理准备 贺凌川 还是常常叹了口气 倍感失望 改变盘龙城 所有人命运的机会 就这样溜走了 断刀 外头有人叫唤 喝酒啊 去不去 去 贺凌川开门 剑外头站住十一二名战友 胡明 柳条和寿子等人都在 大家就近找了个小酒馆 要了几滩老酒 积个小菜就开摆 贺凌川跟众人聊一聊才知道 自己上一回 在梦里下线以后 西罗国军 又连下四道指令 督促盘龙军 退回荒原 一道比一道措辞严厉 这主要是西纪被灭后 盘龙军东进路上的下两个国家 又惊又惧 利兵莫马的同时 也向西罗国施压 同时也承诺 会助西罗国打击西南叛军 他们与西南叛军的领地接壤 只要在边境上搞事 西南叛军必然顾忌 更可笑的是 盘龙军准备东返的消息 传回国内之后 各路叛军居然消停了不少 贺凌川做了科研苏花生 这是为啥 还有为什么 有条气恨 怕我们回到国内摘他们桃子呗 这些叛军也不是好东西 没一会儿是替老百姓着想 胡明也道 谁打下国斗 谁就成众使之的 眼看盘龙军要回国 谁也不肯出大力了 都城可不是那魔好打的 西罗最后一股劲儿都会留在那里 并且都城还有大妖精牛守护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以后 还怎磨面对其他叛军的竞争 现在连盘龙军都要回国了 面对汉勇之师带来的压力 各方势力都开始爱惜起自己的羽翼来 他们收手 西罗都城压力大减 立刻觉得自己又行了 尤其不让盘龙军东返的决定 更是英明无比 就让这把刀悬在重敌头上最好 威慑远比动手更加有用 贺凌川转着酒杯 钟大人是因此撤军 这事儿还有波折呢 瘦子道 我们在前线停留的时间太长 结果 拔凌联手进攻盘龙荒原 两次都被钟大人打退 后来先游和拔凌联手在荒原边缘 不断增军 集结扎营 人数集结到十万人左右 准备大举入侵 钟大人思虑再三 只得将我们召回来 北方妖国和拔凌国 一直都在 给这些小国撑妖 尤其西纪每年都要不远万里 给北方妖国纳贡 否则他们哪有胆气 跟盘龙城叫嚣 现在西纪突然被灭 他们也不好坐视不理了 东径阻力很大 小国决一死战 母国契罗言聚 西边又有宿敌入侵 盘龙军父辈灵敌 德却不好放着盘龙城 不管继续东征 柳条怒道 由此看来 巴林国原本开放京西通道给我们 也是假星星 只待我们大军前面一走 他们后脚就来偷袭 否则十万大军 哪里是那魔容易集结的 还是连军 都说大军未动 粮草先行 十万人的军队要动起来 那前前后后的准备工作 不知有多少 都是钱哪 都是流水般的戏长 何况先有 巴林两国向来不目 这回居然一拍即合 出动连军 不是事先预谋是什么 东路上这些小国的反应 西罗的反应 还有拔铃 鲜游的反应 都被红将军 弥天和中盛光料中了呀 贺灵川看他一眼 这些是你分析出来的 柳条一正 有些懒然 不能磨 不行磨 他到底是个爽快的姑娘 抿了抿唇就到 好吗好吗 不是我想出来的 是问仙堂的师父们分析的 围绕这些议题 最近的问仙堂可热闹了 各路将军前来开课 说的都是打仗的事 大家都要提前一个时辰 才能抢到座位 哦 上回林将军还跟人在堂上公开对峙 盘龙军到东边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大本营 而浮动的明星经历这样一场动荡 又重新沉宁下去 现在百姓们都已知道 不是盘龙城高层不愿回去 而是事不可畏 柳条掏出几定银子 推在贺林川面前 这是 愿赌服输 这是我和门板的范儿 在玉衡城时 他们赌盘龙军 汇计旭东径 而阿洛和寿子跟着贺林川 压的是稀反 这钱 你们自己分吧 贺林川摇头 把银子推了回去 这钱拿着墨意思 这不过是个彩头 结果事情的走向令人不快 彩头拿来又有什么意义 贺林川他随口换了的话题 你方才说 门板去哪了 去看他老乡了 柳条也不矫情 收起银两 你没听说魔 他那个老乡也是轴 竟然在玉衡城当众请愿 求红将军继续东 征杀回国内 贺林川一惊 当众 不是聚众吧 不是 就他一个 否则要按滑辫头目触展 下饭上 这可是军中大计 瘦子苦笑 我就站在那人背后 红将军目光扫过来的时候 我后背都将了 后来呢 盘龙军纪律言明 战时要求士兵无条件服从 那汉子公然制携红将军 吊脑袋都不奇怪 红将军计他六十军杖 回城后执行 他还没加入大风军 不然受罚更重 柳条耸了耸肩 前天打完板子了 血肉模糊 接下来都得卧床 门板给他送了米面和汤药过去 贺林川漠然 军杖可不好挨 有寻味连二十几板子 都莫挨过去 就一命呜呼的 六十几 红将军的火气不小啊 众人都生闷气 吃酒吃到大罪方规 贺林川回到自己住处 刚进门 就听见后方有人道 好重的酒窃 他一回头 看见孙福林趴在墙头 侧手看着他 巧笑奄然 夹上还有个酒窝 也不需弄姿 就漂亮的足以入化 贺林川一下就想起了那幅画像里的古迪 依人尚在 很好 被他直勾勾盯着 孙福林看看左右 再看看自己 怎么了 莫氏 抱歉勋着你了 贺林川挠头往厨房走 我去洗漱 等他出来 孙福林已经在小院的桌上放了一栏水果 又从里面抓出两只梨 尝尝 据说是赤帕高原东部的新品种 梨子很胖 每个能有一斤重 果皮又是褐色 看着不太齐眼 贺林川吃多了酒正绝口造 拿拐啃啃一口 却觉得满嘴甘甜 细腻少扎 好吃 跟胡明他们喝酒去了 孙福林则是拔出匕首削梨 削一片吃一片 这几天 城里怨气不小 徒劳反 谁也不会高兴的 借机打下西纪 也减弱了来自东边的威胁 孙福林悠悠道 未尝不是好事 是啊 但我总觉得可惜 孙福林问他 换作你是红将军 你会东征还是西反 东征 为何 孙福林挑眉 那你不管后方的盘龙城了 东征军只是先前 后面还有数百万妇孺 因为 无论东征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都比最后的成灭人亡更好 当然 这是事后诸葛亮 站在当时的立场 红将军引兵西反的决策 是深思熟虑的考量 有其正确性 这些话 只能在心里想想 贺林川表面上还得说道 后方有钟大人作证 再说 战争无非是一门精算的艺术 打还是不打 回还是不回 取决于你愿意为目标付出多大代价 孙福林眨了眨眼 精算 谁说的 贺林川不语 寒河大战 他被暴涨的河水冲走 几个月后 才从立清歌那里 了解到大战的结果 大受震撼 冤军和寻州军队 都损失惨重 死伤不计其数 可两边的将领 都上书表功 称胜利在我 以达到 作战目标 这不就是 精算 的结果 孙福林又冷笑道 代价 你愿意做那个代价模 老弱妇如 又愿意做那个代价模 贺林川啃了口离 如果人心思归 或许愿意呢 不 人心思归 但希望代价 都是别人付出 成果都由自己享受 孙福林淡淡道 人性如此 就算盘龙成人也一样 贺林川摇头 我只是觉得 失去这次东返的机会时 再太可惜 罢了 无力改变 就只能接受 孙福林削下离子 慢慢品尝 说不定 后面还有机会呢 贺林川听得心头一动 却见他形若无事 庞福只是顺口之言 我听说 拔林和仙游又联合了 这真是很不好的征兆 孙福林轻声道 这两国之间也有下心 去年春天才打过一仗 各有死伤 这回却能一起 第479章 神耀 强扭的瓜 离心离德 贺林川笑道 他们虽在盘龙高原西侧 陈兵十万 但我猜想 既然红将军 已经带盘龙军返回 这十万军队 也不会贸然进攻 为何 孙福林眨了眨眼 来都来了 无关反怎么行 这两国常年 觊觎盘龙荒原 其实并不想 阻拦我们东归吧 毕竟钟大人 把军民都带走以后 这里很可能 就是他们的了 他顿了一顿 从前几十年 打生打死 要的就是这块地 现在有机会白拿 他们高兴 还来不及才是 那他们不仅来了 还联手 这怎么说 迫于压力 贺林川 已经啃完了一颗梨 他们一直给 西基那几个小国撑腰 总不好放手不管吧 孙福林笑道 有什么不好的 罪而小国 他们同样不放在眼里 那压力就来自别的地方 比如 贝加 贺林川站起来 取水冲手 贝加一直希望 我们从京西走廊回国 又要派军阵押 西罗国内的叛乱 又说洞拔林 开放京西走廊 他们咋那么好心 你觉得 他们想在途中消灭我们 肯定啊 贺林川冷笑 智不计 也要把我们的力量 消得七零八落 结果我们 不肯取到京西走廊 想另辟西境 贝加就不干了 所以我判断 把林和现有联军 也只是列军出来做做样子 最多打几场小仗 很快就会演起收兵 各回个家了 他推断道 收兵理由也好说 成功阻止 盘龙军东进 可以向各方交代了 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开始分析战局 并且说得头头是道 孙福林目光微闪 侧头看了看他 但愿真如你所料 对了 你出去这抹酒 笛子和薰 有没有好好练习 贺林川几乎也同时开口 对了 我还有一事要咨询 他们之间的气氛 已经和缓下来 孙福林又笑出了酒窝 说 别太客气 你可听说过 不老药 又叫做常生药 孙福林祈祷 你从哪里听来的 贺林川挠了挠头 有一回在文宣阁里看闲书 看到的 哪一本 啊 气不得了 本来也只是个借口 看来你是听说过 那是贝加国的传说 阿洛的师父 是大药师 可能知道的更多 孙福林站起来 去当边喂鱼 要不 你去问问他 现在 贺林川看看天色 有点晚了 他今天去阿洛家里 我方才遇到他了 阿洛家可就近了 毕竟大家都住木屋 贺林川立刻站起 你去不 孙福林微笑摇头 我还要批作业呢 这半个多月 人心不稳 连小家伙们的作业都敷衍了 非要好好整顿不可 贺林川从他的笑容中 看出了杀气 不由得打个寒劲 赶紧出门去也 一刻多钟后 他就敲响了阿洛的门 这对师徒刚吃过饭 阿洛正在洗碗 来开门时两手惊师 你怎么来了 找你师父讨教问题 贺林川说完就挤了进去 对着坐在桌边的贺连琛行李 贺连大师 好久不见 贺连琛正戴着一副水晶眼镜看书 文言摘尽 小贺呀 好久不见 贺林川从袖子里 取出几张药方递了过去 上回城蒙宁开出地留将两位药方 获益匪浅 我在玉衡城搜集到几个药方子 鸡坛药酒 辽表谢意 他又从储物界里取出几坛子酒 阿洛上前接过 酒是从玉衡城来的 实实在在 但药方不是 他们来自现实力的芝田香 作为吃烟国的草药主产地 芝田香当然有很多特色单击 主体配方不难弄到 当然各家药堂还会在配笔上微调 有所谓的秘方 大药师上回专门开给他的药方 祝他把第二次地留将的收益最大化 这个人情要孩的 贺连琛接过药方挨个查看 很快点头道 不错不错 百则丸 薛灵丹 这名字真有趣 以他造诣 当然是一眼就能看出精髓 就连笑容都更温暖了 这萧灵丹 好像是贝家中部的特产 怎么在玉衡城能找到呢 贺林川大汉 这老头子要到 见识广播 实在不好骗哪 他只能含糊到 或许就是从贝家流传过去 商人天南地北行走 互通有无骂 嗯 有可能 也不知道贺连琛看出来没有 反正点头了 这方子跟我知道的 有些出入 做了不少改进呢 这孩子很诚心啊 很好 很好 不像阿罗那样呆板 贺林川打了个哈哈 毕竟他送来的是 一百多年后的方子 能没有改进吗 看贺连琛满脸微笑 他打铁趁热 对了 想请教大师 可曾听说过 布老药 贺连琛的反应 和孙福林一样 反问他出处 被贺连琛敷衍后 就捋着胡子道 真是好久莫听人提起过了 贺连琛一听就有信 您是知道的吧 嗯 这是贝家流传的所谓 神药 能使服用者 延年易寿 如果原本虚弱多病 吃下去 很快也能强身养体 贺连琛回忆 我早年游学贝家 恰逢宝树王惠次 做下官员 一颗布老药 后者当场服用 嗯 这重要物 都要求当场服用 不允许自带回去 服一颗 能延长多少年寿命 这倒没有定数 毕竟美人体质不同 腰与人的体质又不同 贺连琛想了想 我听说 最少也有十年网上吧 最多的几十年 才十年 就敢称神药 你真是少年 不知老人愁 贺连琛 哈哈大笑 这人要是到了 油镜灯窟的时候 莫说十年了 能再多活十天 都舍得全副身家去换 何况这药 还有强身健体之效 如果你是修行者 他还能保住 修位不倒退 修位和年龄 力气一样 最后是会衰退的 贺连琛急问 这药是什么人做出来的 药方掌握在 林虚城的少数人手里 就连各方国的妖王 也不知晓 贺连琛摇头 具体什么人执掌 我也不清楚 我听说 配方从前泄露过一次 贝加后来 应该会管得更严格 贺连琛问出了关键 您可知道 江珠 据传这是炼制 不老药的材料之一 这我倒莫听说 贺连琛思索到 不过 我年轻时的好友 出身林虚城豪门 他有一次吃酒后提起 其父就服用过不老药 并且说 最重要的药影子 由神明赐下 没有这位药影 不老药 根本做不成 因此 举世之中 也只有林虚成才 出产神药 只有神明赐下 贺连琛想到了 麦先生的猎妖取猪 如果万松所言属实 这些江珠最后 是要揉进丹炉 炼制不老药的 也就是说 有多少江珠 就要配比多少药影子 贝加国一直偷猎 自己国民性命 来炼制神药 这就有点怪异了 不是说他不会这么干 而是 他本可以光明正大这么干 大不了抛出几个崇高的理由 自然有人心 甘情怨献声 何必要偷偷摸摸 难道有人私下制药 可是药影子 都是神明所赐 莫药影子 能做个毛线 这事儿 两头道理都说不通 他想了想 人类可求不老药 我还能理解 妖怪也这样 灵气衰弱 带来的直接后果 就是生灵的寿数缩减 无论是妖是人 只要生活在这片天地之间 就难逃此理 阿洛凤上温水 贺连琛喝了一口 妖怪普遍比人长寿 但是终有镜头 贺连川心头一动 拔也是这般魔 他本就是从死人变成 难道也有寿数之说 拔 贺连琛听见这各名称孩 有些惊讶 现在还有只中东戏魔 我听说他中古之后 再不复见 有的 在贝加 是了 此时 赤烟国还未成立 福山岳的父亲 刚刚崭露头角 贝加那地方 出现什么 也不奇怪 贺连琛摇头 拔虽然出于阴着 却和其他圣灵一样 依赖阳气存活 否则他为何要吸取精血 时间越是推移 拔的岁数越大 他身体当中 浊气越增 而生气越稀 这就与人无异 只是他寿数更长 三四百年后 归于尘土 贺连川想了想又问 那魔鬼 真实灵的大妖 朱二娘呢 他是从上古活到现在的妖仙 怎么就摆脱了生死治骨 这头大妖很有意思 一说起朱二娘 贺连琛可就来了精神 连书都扔到桌上去 盘龙城跟他做了那魔多年邻居 一直都没机会了解 正好鬼真实灵大战以后 洪将军带了一截猪妖的爪尖回来 我们才有机会好好研究 贺连川看着他眼里发出的光 下意识摸了摸胳膊上站起来的寒毛 有结论了 没 哪能那么快 这些上古妖仙身上的秘密 可太多了 光是揣摩妖力在他身上的运行方式 就可以研究好多年 但是 贺连琛眉毛都要起飞了 这位妖仙至少掌握两大本事 一是休眠 二是退壳 第480章 忙碌的各方 休眠你知道的吧 许多生灵在外部环境骤变时 都会陷入沉睡 以降低身体损耗 整个中古时期 朱二娘很可能是一路睡过来的 背家也有不少大妖都在长眠 偶尔才会缩醒一次 另外一项本事 就是退壳了 贺连琛笑道 你不是见过他的一退魔 对 有六个 现在只剩四个了 这应该是他的天赋神通 我认为 每次退壳都等同于新生 与仙人的夺赦相类 贺连琛抚恤 那就是 一切重新开始 你看他好像还是那个朱二娘 其实他已经重生了好几次 这种方式不可能实全实美 我估计也会有一些副作用 贺连琛点头 是的 他亲口说过退壳次数太多 过往的记忆就遗失了不少 对 对 贺连琛轻轻一拍桌子 胎中之谜 这就是佐证啊 修行者夺舍投胎 有为天理 因此 扑入胎中要经历一场迷障 冲得过去 你还可能是你 冲不过去 过往的记忆被全部洗净 你就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全新灵魂 但这种闯关的代价极大 神魂再坚韧也必然有损伤和缺失 想通过夺赦这种方式来一次又一次 重生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下一次胎中之谜会更强大 再多搞个两三次 原本的记忆就丢光了 记忆全失 和死去也莫多大差别 朱尔酿每次大患壳一次就会损失一些记忆 这就佐证他的方法和夺赦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贺灵川了解的差不多 所以站起来 向贺连琛行了个礼 与大师相谈 受益匪浅 贺连琛蔫虚微笑 你是好孩子 今后有事 就跟着阿罗来找我吧 以他大担失的身份 这显出了对贺灵川的器重 后者立刻道谢 目光平原北部 赤烟国边关 贺灵川和丽清哥曾经下榻的客栈 有些客人也在这里住了好些天 有个轻衣人就坐在二楼廊下 眺望远处的群山 整个二楼都被他们包场 没半个闲人 正好坐听于打猫檐 这里是赤烟国与目光平原的交界处 山还是半秃的 树还是无精打采的 地上的花草零零星星 在盛夏依旧一派颓躺景象 少了植被作为遮羞布 静静荒期 远山却更显辽阔 身后有人来宾 白兜石 本地人称千星城废墟 二十天前又出现了异象 手下道 那天平原上瓜起沙尘暴 然后大暴雨 好些商队误入千星城废墟 后半夜雨收云开 月华大作 幻境就出来了 我也听说那废墟偶现幻境 与人无碍 偶有光影就闻 白兜石问 有什么特别的 目击者说 当场出现了两场幻境 所有人都只见过第一场 也即是冤国覆灭 王贼身亡 哪知过了一个多时辰 居然又出现第二场 这就谁也没见过了 哦 白兜石来了兴趣 第二场是什么内容 是未遭战火的千星城 建筑都在 月夜下非常平静 也基本默认 看起来是写取城里一个普通的夜晚片段 普通 白兜石呵呵一笑 要是真那么普通 怎会触发天罗异动 都使大人认为 这便是天罗异动的原因 二十天前 从时间上吻合 值得深究 再说 千星城废墟在历史上就很特殊 不管发生什么一样 也在秦礼当中 白都使道 还有 都云使大人划定的范围很大 从边关往北二百里 这整片地区也要细细调查 属下打听到 赤烟关内 近期还有几头妖怪 几个官差失踪 也在雨夜 什么时候 大概是十七八天前 官府去事发地查了两圈 没发现线索 也就不了了之 嗯 这地方看着有些乱 白都使挥了挥手 去吧 想办法再搜集一些线索 赤烟国都 福山岳正在检看前线军报 他从暮光平原返回都城第五天 国军就宣起为太子 没有了福山既与其竞争 赤烟国只能顺应神意 所以 福山岳从现在起 就要履行太子职责 为国军分劳分忧 东部战场的情形 还是有些出人意料啊 他这里正在沉思 外头有人来报 传王上口狱 嗯 福山岳看看天色 已经很晚了 老爹这个时候有话说 回都城至今 他接过国军好击到狱令 但屡次进攻 生父的回应都是俩子 不见 赤烟国军立他为太子 只出于无奈 但心中的怨门压根没笑下去 福山岳也知道自己得了便宜 不能卖乖 这些日子秦家表现 除了暗石帝宋白坚雕性插案的实时进展之外 就是一个劲儿 往父王那里宋珍宝 宋美人 总之要投其所好 只剩一个儿子了 老头还能拿他怎么样 态度迟早会软化 宫使进来 传达了口谕 原来是林须成巡查时 给赤烟国军写信告状 说他派出去的太子特使 言语粗鄙 肆意妄卫 还威胁上使 而赤烟国军发育点儿子 就是训斥他 胡乱伪命外人 行事张狂 冲撞上使 叫你派出去的人 对上失礼冒险 不能丢我们福山家的脸 宫使离开之后 福山越望着窗外明月 忍不住狂笑出声 边上的侍卫 太子 众孙谋以为到我老头那里 告状有用 哈哈哈哈 福山越笑得好声唱快 抓起那份东线战报 狠狠摔在桌上 天真 是本太子要搞他吗 是我赤烟要搞他 否则赤烟国军 魏师魔只是不疼不痒地骂他击句 还用口头方式 也没勒令他停办此案 没说不可以 那就是默许了 福山越心头大定 自己这一步棋 真是下队了 众孙谋 已经在白沙绝盲活了三天 麦先生留下的账策 有许多线索直指这里 他薄茧抽丝找出来 渐渐有了些眉目 他甚至找到了麦先生 在白沙绝的住处 城东客栈 这客栈主打舒适性 麦先生在这里长年包房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 客栈掌柜对这位客人印象很深 因为他出手大方 一次就预付全年房费 平时也多有打赏 但麦先生本人依旧下落不明 客栈说 他已经十多天末回来了 抵达白杀绝第三天 众孙谋正要出门 换衣时随意低头一撇 无意中陷到一个细小的影子掠过 咦 那是什么 作为娇人 众孙谋其实有两层眼瞼 外层与常人无异 那层特化为透明 以便隔水 这层眼瞼 还有很强的聚光作用 这样在昏暗的水底 也能清晰事物 屋里光线不好 但众孙谋仍能看清 那是一头小小的蜘蛛 他更衣 蜘蛛就从旧衣 跳到了新衣底板上去 这玩意儿 跟着他多久了 众孙谋伸手一抓 蜘蛛一个飞弹 跳到床底下去了 敏捷得离谱 这是个妖怪 这蜘蛛是细作 众孙谋喝道 抓出来 众侍卫上前 一把将床掀翻 另一人更机灵 抢先去关上门窗 床边有墙缝 挖开 侍卫倒转刀拔 狠敲几下 墙粉速速而落 里面的砖头都露出来了 没有蜘蛛的影子 再挖鸡块 才发现墙砖里有空洞 蜘蛛大概从这里 遁去了隔壁屋子 罢了 逮不住了 众孙谋示意他们停下 面沉如水 会是谁放出来的 被夹是妖之国 窃密守法屡见不鲜 是福山院手下那小子吗 但这种小东西和主人的距离 通常不会太远 难道说 自己刚到白沙绝就被人盯上 他们这里又是仙床 又是袍墙 一顿拼李旁郎 店家当然被惊动 赶过来询问 侍卫才刚把他打发走 众孙谋又要出门 外头居然又有人找来 谁这魔不长眼 据说是灵虚成故旧 走进来的人三十出头 圆脸浓眉 众孙谋却不认的 哪里是故旧了 骗人的 他皱眉 正想将之轰出去 这人却一依到底 小人见过巡查使 我家主人姓陈 陈 这是个大姓 林虚成有无数个姓陈的官员 到底是谁 哪来的小人 也配跟他卖官子 陈伯钦曾大人 咱贝加国大司农的长女婿 大司农旨长整个旁大帝国的前梁 可称作是贝加的大管家 地位举足轻重 陈伯钦怎么在这里 众孙谋大感意外 这个人 他的却打过几次交道 他又不是赤燕人 陈大人的别愿 在白沙卷 每年都会携眷属来这里休养 众孙谋却哼了一声 我才来三天 你怎么就找上门了 是我身边有人 给你通风报训谋 话音刚落 他身后的侍卫 纷纷跪下道 卑职不敢 不不 与您身边这几位无关 那是谁 这里是赤燕国 哪能有几个人认识他 就是陈大人的随从 此人孝道 陈大人与您是林虚成的旧事 他的随从 见过您很多回了 今早您在王庄吃茶 他就认出您了 他接着道 陈大人还想请您到天香楼 叙歌旧 请您千万波容 请您按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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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您的支持 选择